第十二题 在实验室中制造氧气 通常是用酸氧水与二氧化膜 并且利用氧气较难溶于水的特性 使用排水集气法来收集氧气 附图为酸氧水制造氧气的实验图示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知道在酸氧水的分解的过程中 我们加入二氧化膜的目的 是要当做催化剂 催化剂是用来帮助反应的进行 而并不是没有催化剂反应就不会进行 所以我们选项株 说没有二氧化膜就无法反应氧气 是错的 而同时说二氧化膜是反应物之一 选项C也是错的 二氧化膜是当催化剂 催化剂能够做的事情是改变反应速率 但是不会改变反应的化学平衡 也就是不会使不反应的变成会反应 也不会增加或减少产量 所以选项B说 加入二氧化膜是为了增加氧气的生成总量 这个也是错的 所以我们的答案只剩下A是对的 所以第十二题答案问我们说 下列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A 此实验的平衡化学反应是为 两个H2O2 生成两个H2O加O2 见后上面有MNO2 表示我们的二氧化膜是当做催化剂 是为了